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威廉·萨姆赛特毛姆所著的《月亮与六辨识》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20万字,我会用大约18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满地的六辨识与遥不可及的月亮,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我们每个人一生似乎都在做着家法,我们从孩童变成为人父母,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逐渐的变多 同时,我们也有了金钱、地位、声名 但是有一个人的人生却是在不断地做着减法 他就是毛姆的《月亮与六辨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查尔斯·斯特里克兰 人的每一种身份其实都是一种自我绑架,要想获得自由只能丢弃 毛姆曾说过,追逐梦想就是追逐自己的厄运 然而斯特里克兰却坦然地赤身裸体地走向了他追梦的恶徒 他拒绝在座丈夫、父亲、朋友、同事 斯特里克兰在甩掉一个个身份 他赤裸裸地来到了这个世界 他将赤裸裸地离开 下面我来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本书 《月亮与六辨识》以第一人称通过我这样一位作家的视角 描绘了一位绘画天才斯特里克兰 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都是那么的真实 好像不仅仅是存在白纸上 而是曾在这个世界上真实的存在过 让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有一种冲动 想在网上搜一下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个 我们所不知道的伟大的画家 叫查尔斯·斯特里克兰 他是虚假的,却也是真实的 书中的主人公正是以伟大后印象派的画家高庚为原型 他为了自己的梦而奋不顾身 40岁的斯特里克兰为了追求天上的月亮 放弃了满地的六辨识 放弃了爱情 放弃了世俗的一切 只为了画画 死前他在墙壁上 在恶劣的环境中 以痛苦的热情 倾毕生之力留下了绝笔 却又在死后复之一句 因为他得到了他所追求的东西 而他有丝毫不在意别人 本书的作者威廉·萨姆塞特·毛姆 是英国的小说家、戏剧家 18岁在伦敦学医 后期一从文 23岁的时候发表了第一部小说 《兰贝斯的丽莎》 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代表作有 《人性的枷锁》 《月亮与六辨识》 他的作品以冷静、客观 乃至挑剔的态度 审视人生 带有讽刺和怜悯的意味 他享年91岁 以漫长的一生证明了他的偶像 瓦尔德的一句话是对的 爱自己 一生浪漫的开始 他年轻时声称 写作是为了点燃泰晤士的大火 晚年 他几乎获得了整个欧洲文学界的一切殊荣 好了 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以及作者的概况 那么接下来 我就为你来详细的讲解书中的内容 本书的第一个重点是 梦想与现实的抉择 第二个重点是 笔之披霜 笔之蜜糖 第三个重点是 生命中的最后时刻 你要怎样度过呢 好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梦想与现实的抉择 亲爱的爱迷 我想你会发现 家中一切都安排好了 你吩咐安妮的事 我已转告 等你和孩子回到家 晚饭会为你准备好 我不能接你们了 我已决定离开 明早就去巴黎 这封信 我到了之后会寄出 我不会再回来了 去已决 不容更改 你永远的查尔斯斯特里克兰 一个四十岁的男人 有着稳定的工作 有娇妻在旁 有儿女在侧 但是有一天 他却出去了 就再也没有回来 只留下一封 刚刚我所读的这封信 于是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的姐姐 他的姐夫 以及许多认识的人 都认为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 并且因为那个女人 而抛弃妻子 与之私奔了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你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毛母化身为这本书当中的 我 为我们一探究竟 我受斯特里克兰夫人的委托 在法国巴黎 找到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 然而 他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 他住的地方既不时尚 也不豪华 甚至连干净整洁也成不上 而且旅馆里别说是女人了 就是连一个女人的头发都找不着 我十分的诧异 他离开家的决定 并没有使他过得更好 反而过得更加的糟糕 斯特里克兰说 他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因为他想画画 而且必须要画画 他身不由己 他理智的大脑背叛了他 这在旁人的眼中是荒唐的 疯狂的 不可思议的 因为他现在还不会画画 而且他已经四十岁了 但是他就是这样做了 并且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他只知道他必须画画 有很多人也说 他们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但是这多半是自欺欺人 他们之所以能够自行其事 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孤身一人 而是或多或少 有三两个知己朋友支持 所以说 他们才能够做出所谓的一意孤行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警戒线 时时刻刻警告我们 不能够愉悦世俗的鸿沟 一旦一个人有了半点 想要跨越这条警戒线的念头 就会马上被其束缚 也会被世人所谴责 自己的良心也会不安起来 但是斯特里克兰却对这条警戒线 可以视而不见 可以不在乎世人的谴责 我将这个消息带给了斯特里克兰的妻子 但是没有想到 斯特里克兰会因为画画而离开这个家 比因为一个女人离开这个家 带给斯特里克兰夫人的打击要更大 他可以原谅斯特里克兰出轨 但是却绝不能原谅斯特里克兰 因为理想而离开他 因为前者仿佛是一场比赛 他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敌人 而后者却是他难以触碰的 无能为力的 但是斯特里克兰夫人也没有一蹶不振 她是一个坚韧而精明的女人 保持着完美的举止 勇敢而不刻意 心情愉悦而不肆无忌惮 他似乎更渴望倾听别人的烦恼 而非谈论他自己 每当他说自己的丈夫的时候 总是显得怜悯 然后不久他的朋友间 便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他们说 查尔斯斯特里克兰 迷上了一位法国舞蹈家 他是在帝国大剧院里 遇到的这个女人 后来一块去了巴黎 这个故事显然为斯特里克兰的夫人 赚到了很多同情心 他在街边开了一间打印店 但是他却以这件事为耻 好了 那上面就是为你讲述的 第一个内容 抛弃妻子的斯特里克兰 说完了这个 那咱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 第二个重点 笔之披霜 此之蜜糖 五年之后 我又再次在巴黎 遇见了斯特里克兰 在老友斯特洛夫的介绍下 德克斯特洛夫是一个平凡的人 又矮又胖 一双小短腿 三十不到就已经秃顶了 他还是一个平凡的画家 他的画作平庸 臣服 却又那么朴实 真诚 帅直 但是他却有一个美丽的妻子 有一双善于发现美丽的眼睛 发现那个艺术家通过灵魂的煎熬 从宇宙中创造出的美 这种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得见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认得出的 这种美是要用心 用智慧 用感觉 用丰富的想象力 才能够看得见 斯特里克兰笔下的美 虽然独树一致 但是因为斯特洛夫的存在 却并不孤独 在斯特洛夫的眼里 斯特里克兰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 即使他没有卖出过一幅画 甚至连头角还没有在画坛展露过 但是他却看到了斯特里克兰画中的美 在斯特洛夫的引领下 我看见了阔别五年的斯特里克兰 和第一次印象中的斯特里克兰 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初次见面 斯特里克兰有着魁梧的体态 光洁的脸颊 整洁的婉礼服 分说婉礼服穿在斯特里克兰的身上 显得有一些笨拙 然而五年后的斯特里克兰 面黄肌瘦 皮包骨头 红色的胡子乱糟糟的 几乎遮住了他的脸颊 他还是穿着五年前的那件衣服 只是现在变得破破烂烂 污子斑斑 但是此时此刻 在别人眼里显得窘迫的斯特里克兰 却没有曾经的拘谨 他可以完全漠视生活的舒适 即使是六个月以来 每天只吃一个面包 喝一杯牛奶 挨饿受冻 对于旁人无法忍受的东西 他毫不在乎 他完全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 他精瘦的身体当中 蕴含着无比的力量 这让他意义发光 吸引了我 吸引了斯特洛夫 也吸引了更多的人 斯特里克兰执着于画画 但是他却对自己的作品 从未满意过 对画完的画完全失去了兴趣 他不屑于把自己的画 拿到画廊去展览 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对成名无动于衷 他只专注于 他的心所看到的东西 并把他看到的东西给画下来 他不念过去不想将来 只专注于对他来说 永恒的现在 斯特里克兰丝毫不在意自己的生活 但也因为这种不在意 使疾病找到了他 在那个狭窄破旧的阁楼上 病得奄奄一息 斯特洛夫好不容易说服了他的妻子 将斯特里克兰 接到了自己的家中照料 他完全放下了自己的工作 以他的同情和体贴 细心的照顾着斯特里克兰 然而斯特里克兰丝毫不领情 他似乎憎恨对他的照顾 要是问他怎么样 需要什么 他就会嘲笑 冷笑 甚至是破口大骂 但是更为过分的是 斯特里克兰勾引了斯特洛夫的妻子 当斯特里克兰离开他的家的时候 他的妻子居然要跟着斯特里克兰 一块离开 但是斯特洛夫出于对妻子的爱 他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和斯特里克兰 一块受苦 所以说他选择把家留给他们 而自己离开 可是斯特里克兰最终呢 还是像他曾经抛弃了他的妻子一样 在他为斯特洛夫的妻子画过一幅画之后 便抛弃了他 而这个可怜的女人最终选择了自杀 我想任何一个人啊 在此时此刻都会有了杀了斯特里克兰的心 但是斯特洛夫却因为那幅画而原谅了斯特里克兰 并希望他能够与自己一同回到荷兰 能在善良贫穷的人们中学到对他有用的东西养育他的灵魂 结果当然不出我们的所料 斯特里克兰拒绝了 他说他另有要事 那幅画是斯特洛夫见过斯特里克兰画的最好的一幅画 那是一幅蕴含着非凡的美的画 而斯特洛夫对于美有着诚实的真挚的理解 美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信徒心中的上帝 所以他为了心中的上帝 可以原谅斯特里克兰犯下的不能饶恕的罪过 斯特里克兰是一个自私良薄 不懂知恩图报 没有恻隐之心的一个人 我们常认的情感在他的身上几乎不存在 而指责他没有情感 就像指责老虎是凶残的那样荒谬 因为这就是他的本性 在斯特里克兰的眼中 爱情是人性的弱点 他不需要爱情 但是他却没能够抑制住自己的欲望 所以他勾引了斯特洛夫的妻子 但是我想这出悲剧最终还是会发生的 不是斯特里克兰 也会是别的其他的人 当一个女人随便嫁给一个男人 以期能够日久生行的时候 这种感情绝对不是爱情 而是一种对于衣食无忧 财产殷食 受人爱慕 以及家庭圆满的愉悦 看着很美 就像是阳光下的泡沫 一触就破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最后一个重点 生命中的最后时刻 你要怎样度过呢 斯特里克兰离开了巴黎 来到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塔西提岛 他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上 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归宿 这片幽静的土地上 澎湃着可以创造美的激情 塔西提岛可以说是斯特里克兰的乌托邦 在岛上 他的梦想有了形状 在轮船上打工的斯特里克兰 初见塔西提岛 熟悉感便油然而生 甚至有一种曾经在这里诸国的错觉 于是就留了下来 远离文明世界的塔西提小岛 物产丰富民风淳朴 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河流环绕房屋 树上挂满了果实 天空乘车蔚蓝 空气清新凉爽 他在这儿再次结了婚 有了妻子 有了两个孩子 他竟然不需要爱情 又曾经两次抛弃了他的爱人 但是却又为什么再次结婚生了孩子呢 因为阿塔给了他自由 从不打扰他 阿塔照顾着斯特里克兰 爱着斯特里克兰 但是他却没有要求斯特里克兰 能够给予他同等的付出 一个女人能给的阿塔 全都给了斯特里克兰 斯特里克兰的一生 在47岁的时候 画上了句号 当医生告诉斯特里克兰 他得了麻风病的时候 他只是走到了画价前 换了麻风病的斯特里克兰 在他人的眼中 也然是魔鬼一般的存在了 但是阿塔却对他不离不弃 陪伴着他走完了人生中的最后一程 也见证了那幅坐在墙壁上的 世界上绝美的画作的诞生 四面墙上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 一幅幅奇特的精心绘制的图画 铺展开来 这幅巨大无比的巨画 既单于肉欲又充满着激情 对人性之美的颂扬 对大自然的赞美 既崇高又冷淡 既美好又残忍 时间的无限 空间的无限 让我们深深的感到敬畏 因为这幅画的作者 已经深入到大自然的隐秘深处 发现了大自然美妙 而惊人的秘密 斯特里克兰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是在黑暗中度过的 因为他失明了 自从他失明之后 他总是坐在那两间 画着壁画的屋子里 一坐就是大半天 用失明的双眼望着自己 也许那个时候看到的 比他一生看到的都要多 但是这幅画 在斯特里克兰去世之后 被阿塔复制一句 这是他的遗愿 因为斯特里克兰 已经得到了他所追求的东西 他创造了一个世界 也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美 他始终不屑于扬名立万 不在于他人的看法 他也不管这幅画作 在世人的眼中 是多么的惊天动地的美 其实这本《月亮与六变事》中的主人公 查尔斯·斯特里克兰 并不是毛母凭空捏造的 而是有人物原型的 那就是后印象派巨匠之一 高庚 高庚早年在海轮上工作 后来又在法国军中服务 23岁的时候 成为了一名股票经纪人 35岁的时候 高庚毅然辞去了股票经纪人的工作 专心进行绘画 与家庭也基本上断绝了关系 长期过着孤独的生活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 他带着沉寂已久的激情 创作了巨富油画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到哪里去 但是高庚没有完全断绝 与世俗之间的联系 他始终与妻子保持着通信 抱怨着生活的艰辛 并且他不断的将在塔西提 创作完成的作品 运回巴黎 挂进了画廊出售 虽然很不理想 小说是源于现实生活 但是又高于现实生活的 查尔斯斯特里克兰 既是高庚 却又不是高庚 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 斯特里克兰 绝对是一个糟糕的人 唯一值得称道的品德 大概只有坦诚 他绝不装模作样的 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 因为他顾不上也不在乎辩解 除了画画 全世界都与他无关 哪有什么解释的必要呢 但是却也没有人可以否认他的伟大 因为他做了常人所不敢做的事 为了梦想而奋不顾身 这部小说当中 除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之外 毛姆还描显了诸多人物 如因为一刹那的心动 而放弃了可以平步青云 名利双收忌讳的亚伯拉罕一生 贪图小利 却又一波云天的尼克尔斯船长 乐善好施的蒂阿瑞 能说会道的库塔拉斯 热心诚实的斯特洛夫 淳朴善良的阿塔 这些人物同样也非常的精彩 平凡中也闪耀着光 好了 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容也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说到了 抛弃妻子的斯特里克兰 40岁的斯特里克兰 义无反顾的抛弃了自己 所拥有的身份以及财富 踏上了追求梦想的恶徒 即使在别人的眼中 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自私的人 但是他却丝毫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其次我们说到了斯特里克兰的流浪 斯特里克兰在巴黎 过着几乎算是一个流浪汉一般的生活 他对于物质生活没有任何的要求 没有饭吃 没有水喝也是可以的 他过着完全是精神上的生活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圣人 他摆脱不了人类的欲望 所以他勾引了他恩人的妻子 并且丝毫没有感到任何愧疚和不安 最后我们说到了斯特里克兰的一个人的圣徒 斯特里克兰对世俗的一切一直都表现的冷嘲热讽 傲慢不屑 最终他终于厌倦了 斯特里克兰来到了南太平洋的一座美丽的岛屿 娶妻生子与世隔绝 在得了绝症之后 他倾尽生命中最后的热情 创作出了这个世界的美 最后却又因他而复制一句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请搜索微信公众号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